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回国内 咱们来说一说洗澡的文化 你看这天一冷 就觉得舒舒服服地泡个澡 那是人生的一大姓氏 打住 你想多了 我今儿要和你说的洗澡文化 那是真正的历史文化 而且我们要说这个澡堂 那也不是在家附近 而是在新疆 对对对 就是那个经过连续三年的发掘 考古工作者在天山北路的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 齐台县境内 发现的一座始建于高昌回湖 约公元十世纪的公共浴场遗址 对吧 没错 根据介绍 新发现的浴场遗址 是位于齐台县唐朝敦古城的东北部 整体结构是由中心部位的 砖器主体建筑 东侧相接的土胚建筑 和北侧中心的造纸 以及左右两端的水井等等 相关的遗迹构成 浴场遗址总面积大约是400平方米 按照功能可以分为门厅区 工作区 还有洗浴区等等三个区域 这浴场遗址为半地学士结构 由上下两层建筑空间构成 下层基础部分位于原地表之下 为烟道和供热的基础建筑空间 上层建筑基本位于原地表之上 为浴场使用的活动空间 根据分析这种下层以砖器支撑柱为支架 将建筑分为上下两个封闭空间的建筑方式 在古罗马时期建筑石书当中称之为 挑空式地板 也就是说利用支撑柱构建 浴场地下供热系统 使用的时候炉灶燃烧烟火 是可以通过支撑柱之间的烟道 在浴场下层来流动 形成地热 用以维持浴场上层洗浴空间的温度 你这切成完之后 我感觉这个设计特别的先进 在当时 浴场遗址所在的唐朝敦古城遗址 始建于公元七世纪上半叶的唐代 早期至十四世纪逐渐是废弃 那么历经了唐 高昌回湖和猛园等三个时期 考古工作者根据岑位的关系 还有出土的遗物 确定浴场遗址最初 营建于高昌的回湖时期 至猛园时期曾经被改建沿用了 浴场内出土的桃湖 还有桃盆 方砖等等器物 也与唐朝敦古城遗址 其他的发掘区出土的高昌回湖 至猛园时期的遗物是一致的 专家说了 说考虑到这浴场遗址规模大 建筑规格高 沿用时间长 这期间又历经了多次的修缮 所以推测这座浴场 作为城市公共浴场的可能性较大 没错 由于唐朝敦古城地处 欧亚草原内陆地区 夏季炎热 多是大风天气 冬天又很寒冷 无双期较短 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之下 建设公共浴室显得合乎情理 一方面是满足了城市居民的 日常清洁需要 另外一方面可供往来的旅人沐浴修器 所以说这洗澡文化 那可不是现代文化 那可是有历史可循的 谢谢啊 谢谢啊 感谢观看